大家好 歡迎來到BIG.CHANNEL 大家好 歡迎來到BIG.CHANNEL 今集我帶了TAKO來到D2PLACE 參加香港潑水節2022 今年潑水節特別 再歡迎大漫狗狗一起參加 咦?為什麼不見了TAKO? 因為TAKO害怕了這隻公仔 CANNEL 當天天氣很熱 很適合來玩水 原來香港潑水節因為疫情已經停板了兩年 這次是我們第一次參加潑水節 看看有什麼適合狗狗玩 D2PLACE一旗二樓 有個泰國特色市集 狗狗都可以入場 市集設有寵物打卡區 而且還提供多款精美的泰國傳統服飾 給狗狗租職來打卡 不過可惜這次沒有大狗大小的衣服提供 最後去到許願場寫的願望 這個泰國特色市集就走得差不多了 重點來了 這次潑水節在D2PLACE一旗天台 搞了狗狗水戰派對 帶大家看看當日的戰況 會場環境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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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潑水節 怎樣會少得水這個元素呢 大會就準備了幾個小水池 比較夠玩水 小水池很淺水而已 大約浸過手掌多一點 最淺水的小水池的深度 連手掌也浸不過 這樣超迷你品種的狗狗都可以一起玩 之後觀眾可能會說 這麼淺水有什麼好玩 我初時也是這樣想 但TACO遊真的玩得很開心 大家一起來看看TACO玩得多開心 這幾張沙灘椅是潑水至當日最受歡迎的打卡位 大會還準備了一些小道具給狗狗打卡 有夏威夷花圈 太陽眼鏡 還有草帽 天啊 這次潑水至的分態來到這裡就差不多了 我覺得狗狗水戰派對的玩水設施 的確是少了一點 還有我覺得水池的水味的冰涼 特別是比較淺水的水池 太陽曬得變暖水 突然下大雨啊 我們要提早離場 但好在距離這一節的結束時間 只是7分鐘 所以不算很失望 狗狗水戰派對每節為30分鐘 因為換下節才不算很多 所以都夠玩 對養長毛狗的我們來說 Paco在這次水戰派對都不算玩得很濕 這隻小腳回到家都已經乾了 這次的分享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狗狗吃喝玩樂的資訊 就記得訂閱Big.Channel 和Follow我們的IG 如果有什麼影片想我們拍的話 就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呻吹 我們來看影片 大家在這裡 我們今天要請禮金 我們今天來看影片 那麼拍影片 為甚麼